大批的消防队人士穿着救生衣在岸边协助受困的这个缩西游客来脱困 一个一个呢是要求他们拉着绳索来到对岸 那主要呢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宜兰地区的大雨是不断发生 尤其是山区的雨势是更加明显 那就在宜兰今月瀑布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今天是有九名游客上约到这里来缩西 没想到中午过后呢雨势越来越大 溪水瞬间暴涨 导致呢这九名游客受困是没有办法到对岸 那警消货报之后是立刻赶到现场 一共有十七名消防人员和三名援警是合力来救人 最后是顺利让这九名游客来脱困 一共六名男子还有三名女性呢 都是顺利脱困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消防队员也提醒呢 最近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可能还会连续降雨好几天 那民众呢还是要避免到山区和西边来活动 避免类似意外在此发生 以上我们找的清醒选镜头 这一份主播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